接下來一想世界要帶大家去台東 漫入第三年的台灣熱氣球江年華 成功的帶動台東的觀光產業 很多人到台東同時也不忘去走訪 因為金城武廣告而聲明大造的 波浪大道 不過你可能不知道 眼前那一片看不見一根電線杆的 翠綠天堂路 還有遼闊無邊的稻田 其實來自於台東生耕於土地的 生活美學和智慧 五彩繽紛的熱氣球冉染深空 陸野高台上的民眾心情也跟著起飛 2011年開辦的熱氣球江年華 每年吸引大批人潮湧入台東 但其實早在此之前 台東的池上鄉民們 早已依循著他們既有的生活美學 勾勒出富含文化底蕴的觀光藍圖 這個地方叫大觀體 這個就是這條我們叫胡鎮 就是水鎮 站在田中央的大觀亭上 池上鄉文化解說人協會的會長賴慶祥 細細解說的不只是池上的地貌 還有這些年曾經豐收的藝術美景 那些演奏者就在那邊演奏 像我們第一年就在這邊鋼琴 我們只在演奏 這塊田的主人那年在這邊表演完畢 那年他得到稻米競賽的第四名 他常常告訴人家說 我的稻子是聽音樂 池上的稻子很幸福 不只是聽音樂也看表演 有人神故雲門舞級也都曾在這留下表演足跡 但多數人都不知道 成就眼前美景的其實是池上人熱愛這塊土地的心 我們現在看到那一戶 那一戶是羅先生的 羅先生的他的老家 他現在是做工業 他在英國九十四年的時候想拉電 要從他的地方拉48根的電桿到那邊 結果要申請那個露權 要買電桿的時候 商長不肯 我那麼漂亮的地方不能讓他拉電桿 透過文化園的解說 讓來訪的客人重新認識 池上動人的不只是好山好水 還有一群農民根植於土地的生活美學 看到那個是那個蝸具類的 那個地瓜葉嘛 那個是地瓜葉嘛 音音介紹菜園裡的作物 他是年米廠第三代負責人梁振賢 這些年力推池上米標章 提升稻米的價格和種植技術 也是催生萬安有機生泰村的幕後推手 現在的他力要池上訪客走進他的有機 宅宅宗教室 很多人都想自己種菜 滿懷希望 兩年後就變劣勢 我們如果來的話 我們會告訴他 什麼季節種什麼菜 這個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說你夏天一定沒有東西好吃 是比較少的 可是到國立十月以後 差不多十一月開始 這些你剛才講的十字花歌什麼 這些其實種都沒有東西 你即使入天栽培 你都不會怕說沒有收集 什麼季節種什麼菜能夠避免蟲害 如何以寄閉植物取代農藥 下課後還能採收主食 楊振賢的大地自然教室 聽起來也許有點觀光 但面對觀光客摧毀美景的隱憂 梁振賢有著池上人的樂天與自信 換一個角度 池上比較有生活美學 他知道怎樣是不漂亮 怎麼樣的情況是漂亮的 他不容易破壞 當然換一個角度來看 他在建設上確實是慢了一點 不過這也是因為他 有這樣比較細膩的那種美感 所以說他不容易 很寶寵式的幾件事 這是我們池上在地人的 一種不一樣的推子 即使是因為廣告而聲明大噪 湧入大量車潮的博朗大道 梁振賢也有不同的觀察 博朗大道經常塞車 可是你不會看到有一個人在那裡 賣飲料 賣攤販 賣烏煙 通通沒有 這個很多人看不出來說 這個鄉真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很難的 你在所有的觀光區 沒有看過一個像池上 這麼致力的鄉真 池上的美不只是 旅遊遊的稻田 還有那池上人 獨有的美學與智慧 也讓造訪台東的旅人 擁抱不同的感動 博物館